大家好我是敵方熊貓 今天熊貓要來教學道具複製的BUG 這些鏡靈球都是熊貓玩轉蛋機取得的 所以玩轉蛋機也是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影片開始前請幫熊貓點讚 再次提醒使用BUG請詹佐使用避免破壞遊戲樂趣 使用BUG需要到有樹的地點 樹旁邊還需要有圖圖犬 百變怪需要100級特性柔軟 招式只有變身一招 第二個角色需要有封印技能 熊貓用別的封印角色還沒有測試成功 如果你有用別的角色測試成功的話 請告訴熊貓 然後記得帶上複製的物品 然後還要再準備一隻有戲法的角色 圖圖犬一定要在樹的附近該BUG才會出發 該BUG熊貓弄了4次才成功 開場百變怪使用變身 圖圖犬會寫生你的變身 然後再換成要複製的角色 記得身上要帶道具 我這次帶的是大獅球 再來使用道具補血 因為我們要讓圖圖犬封印技能 之後使用封印就會進入掙扎狀態 然後我們再逃走 成功的話圖圖犬會跑到樹下 這樣子就是失敗 失敗的話我們再找圖圖犬並引誘到樹下 小貓測試了4次 我第4次才成功 我成功的這一次圖圖犬在樹旁 自然而不是,我沒有了 我最有的 思考的人生是為了 我最會的 從來 待會的 不是,你會是對 但是,你會再動 快點,我們會再動 成功,你會再動 我們會再動 更易能的 點,我們會再動 只是,我們會再動 還是,我們會再動 我們會再動 我們會再動 我成功的這一次野生圖圖拳 他沒有招式技能所以使用掙扎 不曉得有沒有關係 千萬不要抓這一隻複製的寶可夢 因為之前在寶可夢徵鑽時 所有複製出來的寶可夢全部都不能上傳後 所以這種步伐取得的千萬不要抓他 我們要的只是他身上的大師球 千萬不要抓他 以免自己的帳號被官方BAN掉 這個很鬆耀 所以熊貓要特別提醒他 取得大師球或是鋼果球之後就逃跑 我們就可以無限複製道具 再次提醒千萬不要抓他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有一個人的